各位育友好 我今天来介绍一个梁祖文化的玉环 在梁祖文化它因为是没有铁器的时代 所有的出土的玉器 我们都可以发现到 都是由那些历史 或者是由它的金鱼牙齿配合绝衣杀 刮衬打磨而成的 那这件玉环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它的银颗线 因为它是不断的来回反复的刮衬 那自然也形成一些抛关打磨 然后在里头的银颗线也呈现所谓的 调锁钻的金钻突击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两组的加工的痕迹 另外在玉环的孔洞 它是呈现喇叭孔 这喇叭孔内部的包浆 跟外部的包浆也是自然统一 而且它的螺旋纹也是粗细深浅不一 这也是很典型的一种当时的加工的一个形成的特征 另外在因为它也经过了四千多年的一个历史 所以说表面也呈现大小不一的住洞 住口 这也就是因为两组在经过时间的摧长 而导致一种的现象 也呈现整体的沁涉分布自然 另外两组它因为它是具有蕴含的历史宗教文化的价值 然后前一阵也有升移成功 在古域中是属于是最顶级的 也受到大家爱好古域的 冤枉 感谢观看